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交流 主办单位就是前阵跟我联系说 杉杉正正委要来这个开场演讲 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座堂 就很高兴之后就答应了 过一阵子又送了一个音乐 所以其实我也可以挑一个 我们喜欢讲的题目然后来讲 那这我就有点迟疑了 因为没有在Cost Club这个场合讲过 然后最近程式的一些比较少 所以讲也觉得有点吃饮 然后我想说那也是挑一个 我比较感兴趣的厚色资料 这样一个主题来讲 那在准备的过程中 发现还是有有多不够的地方 所以今天讲的技术面还就比较少 算是一个必时经验交换的地方 那后来就我们也许现在看一个限制型的影片 在大概事物中的时间 这是我从这个Internet Archive上面去找来的 那Internet Archive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上面很多公众语义的这个影片 让我们就先谈一下 这个航空母舰 那这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个美军拍的一个影片 这个打工母舰类出这个任务 这是海军拍的一个影片 飞机和机器 飞机和机器 飞机出航 那这是第一次舰队有出这样的一个任务 要这样做再一句 然后我们中国还能出任务 它有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它是限制级的呢 因为任务是 过程很多特殊的地方 我们的目标是过往三号 是日本在那 太平洋最主要的防备基地 那我们要找到我们机场 如果我们在二十五座 七场机上都有八座 甚至要来这个 攻击菲律宾的一个基地 嗯 这个 这个 我们把任务同时呢 这个 这个 线机的主缘约同时 到这个冲刹里出任务 那這次任務裏面 在對方機尾對方114人架飛機 然後讓他們造成200架以上的損失 駅 驾驟、離開、離開、離開 代表了幾個事件 選擇從長期的記錄 通常的事件 這叫做駕駛 34艦艦艦 17名的艦艦艦 那這個降落跟起歸的這個事件 只是這個往長遠勝利的大陸上少數的意外 這次除了我們折損了34下對擊 有其中17下是在起入降落 是在戰鬥的時候 這個失去了這樣子 那這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是說在英特爾阿凱上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如果我們來講的是 這個自大戰的時候拍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標題 那你在英特爾阿凱上面去找這些資料的話 就一定要靠這個網站 像他所對這些影片所做的一些編目的資料 那他們這些編目的資料 我們就稱為這個明特爾阿凱 那這邊我就要列出一些關鍵字 一定要有一些這個 視點碼 然後是誰做的 誰提供的 然後這個影片本身的描述 然後這邊一個關鍵字是 然後我就以這個關鍵字去檢索找到 然後這個影片本身的一個授權的狀況 那這個是由一個 Public.resource.org 這個美國的主持做的 這個 去做這個數位化的 那這個主持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基本上美國聯邦這麼很多材料都是公眾語義的 任何人可以取得 但是像這個舞蹈影片的話 沒有人去做數位化的話 也不會在網路上 所以 這個民間主持是說 那沒關係 你們沒進會不會說沒關係 你們把帶子寄給我 幫我幫你數位化 之後把它通常網路 然後帶子也那個數位化 給這個 有關的證明 大陸 好 那 在講這個獲色資料之後 我們一定會提到這個 讀書館 因為讀書館 我們對書記的辯護 他一定要有一個知識的提醒 比如說這樣這個主題 本國史外國史 應該是說中國歷史 西洋歷史等等 他這個整體分類也要分得很細 然後在書家裡面採訪 然後他一定要做一些辯護的資料 包括這個作者的這個 作者是誰 以及這個書所描述的這些題材 後來他們很重視這個標準語彙的使用 比如說台灣的符文抹殺 我們知道它是在指同一個地理區 那所以你檢索符文抹殺的時候 可以找到台灣 找台灣的時候可以找到符文抹殺 所以這個就是 資料連結裡面的那個 這類似的一個管理 那這個就是我從這個 美國圖書館的這個 並定他設備去做一個 基本上是符文抹殺 是台灣的一個變形體 他們一定會有一個標準的變化 然後呢這些是這些這個 後色資料的這個標準的 這個概念的一個會這樣子 那不僅在這個地名呢 不僅在人民呢 在地名也有需要做同樣的一個事情 譬如像這個 鄭成功 又是薄信妍 那這個 如果老是樣子的話 其實他們是用這個詞 這個只是薄信妍的一個 直接的一個翻譯 所以如果你到美國國會 就去找人命資料的話 這個薄信妍 然後告訴大家 有這麼多不同的這個寫法 不僅是語文 上面的差別有說是同一個語文 比如說英文 但是他這個拼音 拼寫的方式不一樣 那可能也多然是同名同姓 所以這位國姓也 這位鄭成功 他住你說他是16、12年出生 所以說是我們是在講 那一個事情的那個國姓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們 也有這個 Toto Virtual Convention Authority 5 就是 權威黨 那我講的權威黨 是地理跟人民的這個標準的一個稱呼 或者是跟議題稱呼 不同稱呼的一個 不同 所以這個不同國家 讓他們把他們的這個 權威黨人 做一個 互聯 比如說在日本 他們沒有 認證成功 那在台灣 英文中 是這個 在中國的話 拼寫是這樣子 那他們也把 這些這個 人名地名 跟Wikipedia 上面的網邊做一個 研究 那這個我們剛才講的是 一顆兩不同的名字 地名 也同一個地方 有不同的一個稱呼 那這個 在圖書板 就一樣 也需要說 有說不同的地方 會有同樣的稱呼 比如說昨天的新聞 日本 有一個地方叫松山 台灣有一個叫松山 松山機場要回到松山去 這是幾日 再來 10月9日開通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在講這個 松山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 我是在講台灣台北市 那所以這個 圖書板 這個 不要看這個很老舊的這個 書記的索引卡 這個其實是做這個超連結的 資料超連結 整理的這個 第一步 就是說你 放在書架上面 是按照主題去分類的 但是你去找的時候 連這個書卡 是按照這個 著作人的 這個 支母順序去做 排訓 這個書卡下面還有這個 這些主題的分類 說這個是 是某一個主題的 這個編幕 哪一個書榜商 所以這個是一個 資料組織連結的一個方式 然後 以前的圖書館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這個位置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一個 一個 然後 電腦系統 就是一個 檔案目錄 這目錄裡面有多檔案 這檔案裡面 後半階是 標準裡面 一直是 連結的 所以這個是 就是 常連結的 其實 在網際網路之前 這個圖書館之間 一直書籍 調閱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網際之間的合作 是很重要的 然後 甚至在整個網際網路 還沒有之前 在1957年 他們就想到說 那我們怎麼樣用 資訊技術來 解決 彼此之間 這個 編入資料的一個 互相的互通 我們可以做一個 B露電視 這邊有個 B露電視 如果你要查對方 某些 這個 著作人的 這個 書籍資料 一起拿好 這個東西從被子拿出來 然後 B露電視那邊 他可以 然後 這個也很短 這是在1957年的時候 所以你在想說 他們 那時候就很多 在管理這個 零Data 資料連結 這個 這些 所以從圖書館那邊 是可以學到很多 這個 資料連結的一個 知識 好 然後 所以 後設資料是 有關於資料的資料 你用 用來描述資料 一個 描述方式 當然都有一些 這個 標準的語彙 這個語彙 你可以 標準的概念 和標準的語彙 這個講的 好像是 很 很 這個 很 嚴肅 其實 不會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 就是用到 這個 貨捨的資料 比如說 大家常見的時候 我照一個 照一個 影像 一個照片 然後就把握在 照片配上軟體上面 然後放上去的時候 當然 這邊 我自己可以加一點 或者 這邊的 幫我 加一點 這個 資訊 這個 這個 影像 這個照片 比較容易可以找到 它加了這些資訊 就是 貨捨的資料 順勢 重創 這是我 一個 描述的 這個照片 可以描述一下 那 右邊有一個 相機的資訊 就是 這個檔案本身 跟在製作構成 它的一些 技術上面 一些 細質 比如說 它的光圈 速度 像 計的展開 時間 還有一個授權的 資訊 上傳的人 所以是用 信息 授出 有一些 標籤 這些都是後生資料的一部分 好 所以 後生資料 如果我們 用一些標準的說法的話 就是 關於資料的資料 所以它 通常會回 上的 類型 一個是關於 描述性的 後生資料 就是說 如果用來做 這個 鎖影 或是 標示 讓人家可以找得到 就是 這類的描述性 另外 有些是關於 這個物件本身 比如它章節的編排 它是套術裡面很多的 我剛才講 照片 照片裡面 它一些技術的細節 這個是在 物件本身的 這些 物理的特性 另外 又說 這個 物件本身 放在你 管產大會 到底放在哪裡 放在哪裏 架子上面 是哪裏取得的 那你 要保存上面要一些 什麼特殊的考量 然後 這個 著作學歷 這些 液體 就是管理上面的這些 問題 好 或者說 那 這些 內容 資料 你加了後設資料 就是增加它的價值 因為它會被建築 然後資料的連接 也變得容易 所以 佛羅瓦商和台灣 就是可以在一起 跟我們有好 這些 情媒檔 但是你這個 托設資料裡 我們到底放在哪個地方 就是 變得很有趣的地方 你想一下 我們放在類似這樣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放在 Finkers上面 Finkers上面 就會加一些 加一些 Discretion 這些 就把它 每張照片 已經點進去 那些東西 或者你把它放在 這個 皮卡薩 這樣子 所以你把它放在 這些 所謂內容存放 服務商 它是一個 商業的 那個 機構 提供這些服務 它不收錢 很希望你把它 東西 你的東西放在哪裏 它東西 你 加護身資料 它會幫你做一些整理 然後 這個 你放上去的 東西 它的價值 會增高 提高 因為大家來 找方便 就是 變成這樣 常見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照片 然後你 你當然就是 也有像YouTube 你就可以放個影片 就像Costcom 就好 這個 去年 2020的這些影片 放在這裏 大家去看 就好 那這個送信商好 但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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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屋商 你東西放在那邊 基本上 它能夠做什麼處置 你都事先同意它 之前你都會 上傳或註冊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更好的服務 石油桶 石油桶 石油桶的 條款 你就會通 通常也會通 非常多的一個 權限 包括這些 過程的資料 你通一看 管理任何的資料 那當然資料本身 都不用提了 這些資料本身 它其實是可以管理一下 家人 或者 不能來 申訴說 你要進行出錯群 等等 這些議題 所以就不保險 基本上 不保險 我保險 我一個好朋友 叫朱月馨 就是音樂人 朱頭皮 他在YouTube上面 就上傳很多 這個影片 因為他是音樂人 他收集很多影片 有的是他自己的 可能不是他自己拍 那是他自己的 或是有些是 是這個 編得很好 他上傳了三百多字 大家都編得很好 解鎖一下 外面看了一下 這個你有什麼指示啊 周老師 我上傳幾百個部 都掛了 因為這個 YouTube說 這個 有了第三次去捐集 這個帳號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是 整個帳號 就是提權 所以他 上傳那些 影片內容 就很快 就不見了 那朱月馨 這陣子 應該是在野台拍廠 沒有在Postcode 沒有在Postcode 這個廠 跟我們 這個分享 然後呢 所以 這個 你像看 如果說這個Postcode 我的圖欄 你們有錄影嗎 所以我在錄影當中 我就放幾首 受注重很保護的歌曲 然後 有三人做這樣的事情 放在這個YouTube 網絡上面 然後 其他人去檢舉 有三支影片都侵權了 那整個Postcode 到013的 這個影片都沒有 就是 我要嗆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很麻煩的一個事情 就不是 真的 就是這個我們去想 所以說 那你投稿資料 在那個商業的內容 處方等部屋上 那邊整理得那麼好 那現在 他把那邊去 這是我們 需要去想的一個問題 然後呢 大家有很多 這個逃避的方式 就說 好 那你很多商業部屋上 那我Fink也放 這個 這個 Google Picasa也放 一個圖也放 放很多份 然後 我知道這個 我 因為是用你提供的服務去 來 加上我的獲色資料 是透過你的前面 所以加上去的這些資料 獲色資料 來 如果我整批資料要帶走 這個 要做這個export 配個酒 我要放遍的地方 可能你也 嗯 因為要大方 如果好心的話 你可能不讓我帶走 所以 我是用你的系統 去維護我的後色資料 我覺得我擔心這個後色資料 就是放在哪裡 基本上我帶不走 那這個 也很多人想過這個問題的話 也很多這個 技術性的這個 方法 來稍微 可以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後色資料 內嵌在這個檔 那這個檔案如果流傳 世界各地的話 那 有一些知道技術標準的檔案 這個檔案裡面的 或者叫做抽出來 那這個就 方便了 所以 它也有一種就是 在檔案裡面的 荷射資料 整個 整個 適當像ESIF 這個 然後說一下 介紹小檔 或是影像檔裡面的 這些 內線裡面的 那在音樂的話 有提升這個ODY 這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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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蠻有趣的 它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產業標準 它是一個 社群 標準 大家認為說 在這個音樂 檔案最後面 叫這個 吉馬 還標示這個 演唱者 這個專輯 這個曲目 就非常好 然後呢 在阿托比 它也有一個 SMP 這樣的一個 方式 所以這個是 你用ESIF的資料 就可以抽出來看 然後 你這個 網路上 動不去 然後你 因為你列遷的這個授權資料 有些是 列遷的後設資料 有些是授權資料 所以你可以用授權資料 去解鎖 你要的這個 信息搜索 過程 說去的這個 這個這個 你可以懂 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把後設資料放在哪裏 就好吧 這樣是不是 其實不是嘛 因為這些 這些 內容部上也很無 你把你的照片 放到FREAK 跟Facebook上面 你的後設資料 就變成要抹去 當然 他的理由是 為什麼要抹去一個後設資料 基本上就是說 抹去後設資料的照片 是比較沒有價值的 你們的下載都沒有關係 等等 所以 那這個也不是只有 這兩個廠商 你如果去看 這些 大部分的這個 內容重劃商 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 你能怎麼辦呢 就是 那我們就知道 從一些成功的案例裡面 所以就看說 我們怎麼來做這個事情 那 Wikipedia 是一個很好的服務 通常我們會把它 又是一個大的服務 其實它裡面可以 細分幾項 一個是內容 然後 城市 然後它有一個城市來 做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 對 如果你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也有CC授權的內容 都 MediaWiki整個城市 我們加一個 MediaWiki 叫做Service 你可以用 MediaWiki的城市 或者是架多Service OK 或者是同一個內容 你可以做不同的使用 或者說 你要這個 這個 這個內容 你可以 複製在不同的品種 做一個Service 然後你用物的話 你有一個管理的 一個 民主的體制 或者是 Facebook 就是這樣 都是它的 所以就是說 那 有一個做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做的方式 就是說 資料 或是資料 還是自己管理 本極端的機器管理 那你花布的話 就是花布在不同的 那我這邊就特別跟大家介紹 兩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套件 來做這一個 這一個事情 一個是 叫做 這個 Shotel 它是金融上面的一個 Desco 它可以用你 不用上網 耳機上面 就可以管理你的照片 跟照片的合適之類 所以 或者這樣 是你自己管理的 那你 照片整個要花布的時候 這個 或者是要 配電筒 花布到不同的 服務商 就是剛才我講的 這個 Facebook 然後 這個 Media Darling 它是一個 自由軟體 它是用來 提供 照片 服務的程式 所以它可以 架很多類似 Facebook 這個YouTube 架的一個網站 這樣的話就是比較安全 就是說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 用自由軟體 貪圍碼軟體 來加這些 這個 照片跟照片相關的 這個 補色資料 這個 服務的話 那每個人都這樣做的話 就是不會把這些資料 集中在一個 商業務上 那就是 整個世界就會這樣 安全 就是 加完了 然後 整個片我按整理一下 會再四處 那剛才我們講的 這個題目就是 All You Meta Data Bitong Plus 這個文化是很乖的 其實是有頂部的 這個 電玩遊戲 1990年左右 裡面 裡面有很多人叫 All You Meta Data Bitong Plus 那這個電玩 它是日本人做的 它翻譯 要賣到這個 歐洲 或者是美國 這個翻譯它很長 但是也因為這樣 它出名 所以 這個就是說 你們的東西都是我的 那你現在得 你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是 大概 我想到這個地方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兩個還有 幾個鐘時間 還有我們鐘 然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再 等等 老師問是 那 因為 放在 危機 它有一個 危機共產資源 那 那個 不過 危機共產資源現在 也連結 有很多 Flickr的資料 其實是 連到 危機共產資源 那 所以說 這樣子的 概念 是不是就像老師剛剛 那四個 內容 服務 用戶 它其實 就是 企業跟 這個 公益性 它其實是有機會 互相合作的 是有機會 互相合作的 如果 它這個 內容本身是 共同授權 就是這個內容 有控制 不受到限制 那 我這邊 我比較想像是說 因為你內容會有價值出來 是因為有錢 或是 這樣 有時候 這個 貨車資料標記 其實就 不是 因為 標記是你通過一個 服務廠商去做標記 那 有時候你剛剛 你可以 蓋走 是裡面的貨車資料 分裂 脫離 說你蓋走 時候 如果沒有 做 寫寫寫 那 一個 鋼琴 這樣 非常緊張 你好 剛剛你提到說 就是說 我們會需要用一些 程式來 就是說 像 社會的程式會說 像 Spacebook他們會把 裡面的Data 通知掉 那這個問題的解決 有沒有可能是說 像政府去規範 一些定型化契約 就是像我們基督方面 有定型化契約 那我們網站的這些 有沒有可能也可以 讓政府規範說 我們跟網站跟我們 其他使用者之間的 這個定型化契約規定 他說 他不可以把 MegaData strip掉 一定要保留MegaData 並且讓其他使用者 可以去下載MegaData 就 Ampair在裡面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算我們自己 擁有管理5G的檔案 讓它有MegaData 但是我們朋友的檔案 還是很多人 並不是那麼 這個3C 他們可能有 連開機油門 那這種 就是如果有這種定型化契約 契約的話 就比較 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最後我們可能做得到 謝謝 這是 這一個關鍵是說 你希望你 使用者本身 希望說 他對獲舍資料 的管理使用 要不要過去 他有完全支持 控制的權力 那這個商業部 可以上聽聽他的意識來做 但是通常我們在 使用這個商業服務商的 資訊服務商的這個 我跟之前就 都要同意他 這個使用主要 使用主要 使用主要網 其實你就忘記了 你很多的權利 那看你提了說 那是不是政府 可以來兌換這個 電腦Service 你要 最少 對使用的最低的保障 這個是可以有一定的方向 但是我通常 不是很快 因為 你使用這些補助 是補償的事情 所以 所以 然後 第一個 角度來講 有時候這些 貨色資料其實也 有時候這些貨色資料 其實也 有時候 從年輕 這個照片 所以有時候 你玩的是希望這些 鋪上 要 合力的 這些貨色資料 貨色資料的話 政府 都會 打掛 在旅程上 想說 這些 或是 這些 我們就謝謝 段老師的分享 那 接下來下一場 也會有一些 就是關於那個 Wikipedia Wikidata 的一些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